你们看 那是赵科地产的少东家慕容飞 还有李氏集团的李浩 这两个可都是魔兜有名的公子哥啊 咦 他们在这里等谁 难道有什么大人物要来吗 不知道啊 这车里坐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让这两个富二代如此重视 十三先生 您来了 这是您的邀请函 嗯 辛苦了 听说没有 这次赵科地产发放的邀请函 一共分为四个等级 白色 红 蓝 黑金 其中白色的是发放量最多的 而黑金的邀请函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这一次听说 仅仅发放出去八九章而已 而且每一位都是身价百亿的老总 这个年轻人 居然还是慕容大少 亲自发给的黑金邀请函 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我去 这个家伙是谁啊 不知道 估计是哪家的富二代吧 旁边还坐着一个保镖 居然敢坐进黑金柜柄 居然还占了两个位置 家里长辈难道没告诉他吗 就是啊 简直不懂半点理数 他好像是 请问您是十三先生吗 什么 烽火游戏的老董 王立峰 身价百亿 竟然对这个年轻人如此客气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的 请问你是 啊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是烽火游戏的王立峰 果然是他 前段时间 偶然间看过沙雕游戏的股份变动 而这沙雕游戏的新老板 名字就是叫十三 十三先生 我敬你一杯 哦 你好 北北 应该是我向您敬酒才对 我刚才居然差点没认出您来 这是我的过错 这人不就是姐姐那晚 杀图音杀盗的那个画画弹钢琴的网红吗 还对我说这样的男人又帅又有才 还把我骂得一无是处 害我躺着都中枪 哼 哟 这不是网红艺术大师十三吗 嗯 别以为身边带着个保镖 就能混到我们这种场合来了 哦 你刷到我画画弹钢琴的视频了 没想到我真火到连你们都知道了 什么 这人根本就不是富商 嗯 我刚才还想着去向他敬酒 原来只是一个网红了 怪不得我说他有点眼熟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好像刷到过他的视频 好像他画画弹钢琴很厉害的样子 那烽火游戏的王总去敬酒 可能是他的游戏找他代言了吧 估计是这样 不然王总也不会去敬他酒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没道理坐在黑金贵宾系吧 网红艺术大师 什么情况 难道自己搞错了 哦 你们这个场合 难道很高贵 网红就没资格来吗 那不然呢 你以为你的艺术很高贵 一个小小艺术网红而已 我底下一抓一大把 我都是刚刚有资格坐着黑金贵宾的位置而已 你居然还带着保镖坐 呵呵 我做网红挣了不少钱 我们想坐哪里就坐哪里 你是不是喝太多海水了 管得那么宽 这青年可不是普通富二代 而是华夏知名手机品牌 欧伯科技公司的邵东家 陈阳 他爸爸身家估计已经破几百亿了 陈阳 坐下 别惹事情 小子 我奉劝你一句 待会你要是叫价 老子就跟你刚到底 漂亮小丑罢了 给今晚增多点乐趣而已 快听话坐下吧 不然我家保镖我可拦不住 你陈阳 哼 好了 欢迎各位能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今天的拍卖晚宴 诸位 现在我宣布 竞拍正式开始 当然了 竞拍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尽情地用餐 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房子 直接喊出自己的价格即可 小六子 你愣着干什么 吃饭呀 不是说饿着肚子 过来饱餐一份吗 呵呵 十三先生 我忘记了 那我开动了 哼 终究是网红 上不了台面 这两个人是饿死鬼投胎吗 真丢人 好了 接下来准备进入我们的压轴好戏了 相信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 后面的三套都是顶级的大户型别墅 终于来了 我倒是要让你知道 在本少面前装十三的下场 这套别墅 这套别墅 喜开价五个亿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二百万 我出五十六一 那七五 六一 我出价七十五一 我去 网红这么赚钱吗 或者说 他是个拖 我出八个亿 怎么 看什么看 本少也看中这套别墅 不行了 应该没有更高的吧 八亿已经溢价了 其实七十五一左右就差不多是极限的 8.2亿 没看出来啊 你还挺有钱的 看来是挺喜欢这套房子了 不过巧了 本少爷喜欢 8.5亿 呵呵 不就8.5亿吗 也没看出 你有多牛逼啊 既然如此 那么我就出9个亿好了 卧槽 居然出价到了9个亿 我的天 这到底是我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就是啊 这个价位 实在是太离谱到可怕了 前面说人家的网红大师的准 人家网红比我们还有钱呢 这有钱人之间的豆腐 就是好看 就是不知道最终谁是胜者 9个亿 这个价格的确夸张 若是继续追加下去的话 自己能不能出得起还是个问题 哎 没意思啊 之前某人还心事淡淡地说 我不配来到这个场合 就这 恕我直言啊 某人要是不行 就回家玩尼巴去吧 还嗷什么科技 我还以为很有钱 结果比不过我一个网红 家里是卖杂拍机的吧 你个小卡拉米 你说谁没钱 谁家里卖杂拍机 我出价十个亿 这点钱都是小钱 本少喜欢 自然要拿下 谁还敢瞧不起 我家欧波科技 不是 到你了 什么到我了 该你叫价了 哦 你再说这套别墅啊 我看陈少你 既然对这别墅如此喜爱 那么我就忍痛个爱 将这套别墅让给你了 哎 讲真的 像陈少你这种能把一套价值七亿的别墅 愣是拍到十亿 可见对这套别墅 确实喜爱至极啊 行吧 那么我就不多人所爱了 毕竟我十三 一向都喜欢成人之美 这十三 实在是老银币啊 李浩 要不是你和我说了他的背景 我估计都想去和他杠一杠 我坐了一个月轮椅 可不是白坐的 看见他旁边的保镖了吗 之前跟我呢 现在听说身家已经十几亿了 完了 上当了 这笨蛋 不好意思 电话铃声响了 不好意思 我想起一件高兴的事情 实在认不住了 让我们恭喜欧博科技陈阳 以十亿元的价格 成功拍下这套别墅 这套别墅还是半成品 而且最关键的还不是魔都师的地产 而是在金陵啊 多花了三亿 这他妈浪费了十亿 买下这套别墅干啥 你是要在金陵养猪吗 百家子 回去让你爸收拾你 大伯 这小子手段实在太损了 你待会借给我点钱 我保证让他栽个大跟头 还赖 还找我借钱 你他妈是不是还想再买一套别墅 咱们是搞手机的 搞科技的 不是搞房地产投资的 要不是占人多 老子反手就给你一个大笔刀 拉倒吧 你斗不过他的 可是 我 接下来 我们将要拍卖的 将会是今天最后一件商品 于山云顶山庄 一号别墅 赵科地产所建造最为豪华的屋子 占地21.6亩 中间这块主宅每层面积5200平方米 共五层 一处独立停车房 最多能容纳50辆车 顶楼更有着一处直升机的停机坪 以及后面配备的独立泳池和高尔夫球场 好了 这套别墅的介绍就暂且到这里了 现在拍卖正式开始 起拍价18亿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500万 19亿 直接加价一亿 那个陈阳就是个大傻叉 说人家是个网红艺术大师 你见过哪位网红 这么牛13吗